自重43,725吨,最大钻井深度15,250米,可在全球95%的海域作业,在全球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兵大规模式开采,作为全球最先进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,是实至名归的国之重器。 当地时间7月17日,记者跟随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《我爱这片蓝色的国土》主题活动采访团,来到蓝金一号生产基地,终极来复制海洋工程有限工程。 了解蓝金一号的故事。 蓝金一号目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,也是最复杂的,最先进的一带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,它具备了两个钻塔,是双钻塔设计,同时它具备了DDP3的动力定位系统,可以抵抗12级的台风,在12级台风下可以正常作业,最大的钻井深度能达到15000多米,可以适应全球95%的作业海域。 记者当日在现场见到了中级来复制生产的蓝金二号,它是蓝金一号姊妹船,同时目前全球最先进一带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,由该企业完成全部的详细设计,施工设计,建造和调试。 都拥有27354台设备,4万多根管路,5万多个机器完工质量爆焰点,并来拉发长度120万米。 作为最先进一带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,该平台不仅在物理量上远超于其他项目, 而且在设计建造过程中,克服了技术公关、项目管理、全球采购、实际作业应用等诸多挑战。 你具备了这个海洋工程装备的这种能力,你相当于把海上的能源的这种整个的开关给掌握了,对不对? 海上能源我就能采集了,同时我可以辐射扩展出很多的一些辅助装备。 比如说海上,举个简单例子,海上的都市你要建造出来,或者说国家有需求的话, 那其他的海上能源的配套,海上风能发电,海上的这种水循环的利用这种等等等等, 海上的这种大数据的建设呢,都是整个的都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链。 据介绍,烟台中级来复制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核心产品的自主设计, 自主知识产权从0到100%的突破,国产化率从不足10%,提高到60%。 基深世界海空装备的高端领域,如今的中级来复制不仅进军油气细分领域, 深远海渔业等领域,还将触角延伸向清洁能源,海上旅游等领域, 研发国之重企,民之利器,大力发展海洋经济。